咱们今天来说一个比较短平快的案件 来说说浙江杀人掩石案 这事发生在2007年 是发生在浙江省胡州市长兴县 别看长兴是个县 但是经济非常的发达 2020年的时候 在全国百强县里面排名30位 这非常厉害了 因为经济发达 所以有很多的外来务工人员 既然是外来务工人员 住的时候不可能 说我租高档的酒店公寓 是吧 我住一个四室两厅 那太奢华了 很多人就会租住在民房里边 在长兴县志成镇城区西边 有一个台积山 说是山 其实也就是一小山坡 别看不高 但是环境挺好 就在这上边啊 有一个二层小楼 这小楼呢 其实就是人家的自建住房 房子也不大 四周啊 都是一米来高的围墙 除了围墙之外 有一个三米多宽的大门 这小楼的一个一个房间 也就都单独的租出去了 来长兴打工的外地民工 在这住着这么四五户 户主姓欧 四十多岁 自己呢 经营着一个小店 平时日子呀 过得也挺悠闲 由于这房子呢 年头有点长的 说实话 租出去之后啊 大伙呢 也不知道爱惜 一来二去的 就显得比较破旧 所以零七年八月份下旬的时候 这老欧就琢磨着 我把这房子重新装一下吧 可是人这些租户 人都还租着呢 你不能让人退了呀 人钱都交了呀 他们白天都在外边打工 房门都锁着 这装修工人呢 也进不去 所以想来想去八月十九号晚上 老欧啊 就找这些房客们 这么着 你们呀 都给我一把房门钥匙 白天的时候呢 我就让装修工人进去装装 你看装的焕然一新 你们住着也舒服啊 等晚上你们回来的时候 该怎么睡觉 怎么睡觉 不打扰你们 这房客们呢 也都挺支持的 其中有一个租户呢 姓包 叫包耿宝 老欧呢 也找着他了 那天包耿宝啊 正睡觉呢 老欧呢 就叫门 老包 哎 老包 这样 我明天呢 得装修房子 你给我一把钥匙吧 这包耿宝一听 也就醒过来了 哦 那什么 我呀 只有一把了 能不能晚两天呢 哎 不行 我呀 跟装修的人联系好了 明天一早就过来装完了 晚上你该怎么睡 怎么睡很快啊 行吧 那我明天早上把钥匙放窗台上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左右 老欧呢 就到包耿宝那拿钥匙 可窗台上没有钥匙 找来找去 没找着 敲门吧 屋里也没人 看来这老包啊 已经出去了 这老欧呢 也挺纳闷 平时啊 包耿宝 甭管是上班啊 还是有什么其他事啊 都会骑他那电瓶车出去 可今天那电瓶车还在屋子里呢 是不是吃早饭去了呀 师父 这么着 咱们呢 先从另外几个屋开始干 这个屋呢 咱们等一会儿 等他回来着 可一直等到吃中午饭 包耿宝呢 也没回来 老欧一看 老包今天是不回来了吧 反正之前呢 也跟他打过招呼了 把门撞开吧 于是 这老欧啊 就把门撞开了 让工人呢 先进去装修 但由于屋子里边摆满了东西 没法大面积的进行装修 只能是让工人 先贴这个墙角线 就踢角线 等包耿宝回来之后呢 再铺地板 这一等啊 就四五天 包耿宝呢 一直没回来 打他手机 手机是关机 因为老欧呢 知道包耿宝是在哪打工的 去看看去吧 这一去呀 人单位说了 包耿宝啊 8月20号到现在一直没上班 我们也找他呢 打电话也打不通 老欧急的呀 他到底去哪儿了呀 怎么招呼也不打一个呀 啊 这等来等去 没法等他了 8月24号下午 就打算把包耿宝的东西搬出来 让工人进屋装修 进去之后啊 南侧墙那有一台电视机 先把电视机呢 就搬到屋外子去了 电视机底下盖着一块木板 这木板下边呢 有两个那种特别长的啊 大塑料盆 很多人呢 在临时租房的时候啊 没有电视棍就是这样 弄几个塑料盆啊 弄几个塑料盒子 塑料箱子 落到一块 这就当桌子了 当电视棍了 可是这屋里的塑料盆 有点不一样 每个塑料盆上面还盖着一个一模一样的塑料盆 上下两个塑料盆 你要说是为了放电视 你就落上就完了 可是呢 都用透明胶带 封的是严严实实 塑料盆的外边还包着白色的塑料薄膜 这是干嘛呀 这包这么严实 这盆不用了 你这不包着 你回头用的时候洗个东西啊 你打个水这不都方便吗 打开这薄膜看看吧 这一看 发现薄膜上有大量的已经干了的血迹 这时候老欧两口子感觉情况不对了 怎么这么多血呀 会不会赶紧的把薄膜照原来的样子封好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 再一想这包耿宝突然之间就不见了 越想越不对劲 第二天上午赶紧到了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案以后 派出所以及刑侦大队的民警 立刻到了现场开展工作 经过对两个塑料盆里面的物品进行现场勘查 警方判断这是一起杀人分尸案件 被害人是女性并且怀有身孕 被分尸之后啊 连同衣服装在两个塑料盆里 还拿盐进行了腌制 死亡时间已经比较长了 勘查之中 侦察员还发现了包耿宝遗留在现场的工作证 上面有照片 无缘无故的失踪 加上尸体又是在他的住房里边被发现的 包耿宝就成了警方的重大嫌疑对象 经过外围调查包耿宝41岁 安徽省南陵县人曾经在长兴县志城镇一个快餐店当过厨师 长兴县公安局立刻抽调警力成立了专案组 兵分多路 对包耿宝实施权力追捕 同时呢 调查他的社会关系 调查关系人对包耿宝所有可能的落脚点挨个的排查 对包耿宝在全国范围之内 也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施布控 还有呢 就是对长兴所有的中小旅馆呢 那些浴室啊 网吧呀 进行地毯式排查 既然他是安徽南陵人 那一定得到当地来查查他的社会关系 家里边几口人有没有什么矛盾啊 可去了之后这一查发现不对劲了 怎么呢 南陵县呢 虽然有几个叫包耿宝的 但是甭管是年龄体貌特征来说 全都不是警方要找的这个包耿宝 那这犯罪嫌疑人用的会不会是假名啊 如果是假名的话 他为什么用假名 是不是在他身上还有其他的案子 当天晚上十点左右 这专案组啊 就有了重大的突破 在走访过程之中 有一个人姓王 认识包耿宝 他就指着工作证上的照片就说 警察同志 他不叫包耿宝 96年的时候啊 我和他一起在厂里上过班 他那时候叫报国品 你看他脸上的那个伤疤 不会错的 我不会记错的 那赶紧的吧 接着查报国品这个名字吧 一查警方确认 报国品就是包耿宝的真实姓名 是安徽省京县人 查出他的真实信息之后 专案组开了一个会 大伙就分析 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的用假名 这背后一定是有问题 于是呢 就用报国品的名字 一步一步的核实核查 通过调查发现报国品 竟然是一名公安部 B级通缉在逃犯 2002年8月17号晚上 报国品在上海市普陀区的一个出租屋里 杀死了一名年轻女士赵某 并且抛尸 上海警方啊 已经找了他整整五年了 逃亡五年的时间 并且一直用的是假身份证 可以说 他有着非同一般的反侦查能力 同时又有着比较强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 并且在这一次逃亡过程之中很可能故技重演 再使用假的身份 面对这么一个凶残狡猾的夺命厨师 警方应该怎么办呢 去哪才能找到这报国品呢 我发现讲这类特别出名案件的时候啊 就容易有一个问题啊 我看大家留言了都说我之前讲过 我还怕我是不是又忘了 所以又是就案重提啊 但我把之前我们的节目都翻了一遍 四个专辑都翻了一遍 确实没讲过 这种特别出名的案件呢 因为讲过的主播很多 所以大家呢 可能也从各种渠道都听到过啊 不管了 咱们接着讲咱们的 上期节目呢 咱们说到了 这报国品呢 跑了 警方呢 也查到了报国品的身份 是一名公安部 B级通缉再逃犯 因为她在2002年8月17号的时候 她在上海也杀了一名年轻的女子 能潜藏五年的时间 一直用假身份 这可不是一般的犯罪分子 她有着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所以要想找到她 是难上加难 可不管怎么难 也得找啊 专案组呢 调集警力 前往报国品 可能逃往的江苏 安徽 上海等地 开展侦查 并且沿路张贴悬赏通告 咱们来说说 8月19号晚上 也就是 那个房东老欧 说第二天要装修房子之后 这报国品呢 是越想越害怕 如果装修工一进来装修 那杀人的事肯定得穿帮 那不如趁早就跑 所以 当天晚上凌晨三点左右 他就跑出来了 不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的时间 第一站逃到了安徽蒙城 21号上午又逃到安徽省南陵县的一个小镇上 这个地方他比较熟悉 地理位置呢 也比较偏僻 他觉得这是个藏身的好地方 民警们是肯定找不到的 可没想到待了没几天 8月28号傍晚 他在镇上一家饭店吃饭的时候 一个外地人看着他说 哎 你怎么和公安局通告上那个人那么像啊 一听这话 报国品吓得一哆嗦 但是呢 立刻镇定下来说 嗨 现在啊 像个人多了去了啊 心神不宁的吃完这顿饭 连夜逃到了曾经打过攻的安徽省前山县 与此同时 常兴警方的侦察工作也正在开展 8月29号上午 专案组通过调查访问 得知报国品曾经在安徽省前山县打过攻 于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沈庄委 沈局长立刻带领着六名刑警前往前山 当天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之下 对前山县所有中小旅馆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 可一直查到第二天凌晨 也没发现报国品的踪迹 无奈之下只能先回去休息 一躺到床上 心里一直惦记着报国品的民警们是怎么也睡不着 心里边就琢磨 如果他逃到了前山县 你总得吃总得住吧 住的地方没找到他 那吃的地方呢 所以第二天凌晨五点左右 天刚一蒙蒙亮 睡了还不到俩钟头的沈局长就起身 到早餐店里边去找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民警判断 在逃嫌疑人一般都会落脚在汽车站火车站附近 于是呢 对前山县城里车站附近的饭店挨个的进行查找 早上七点左右 沈局长呢 就来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早点店 眼前是突然一亮 一个中年男的正在店里吃早饭的 还戴着墨镜 大早上的你戴哪门子墨镜啊 再加上沈局长之前看报国品照片 看了最起码不下一百回了 长什么模样 不用再对比照片了 刻在脑子里了 一看这个人 别看你戴着墨镜 也能认出来 这就是苦苦寻找的报国品 可是当时就沈局一个人 没法实时抓捕 他呢就走进那个店里 买了一碗百米粥 在背靠报国品的座位上就坐了下来 一边在那喝着粥 一边暗地里边打量着 同时呢还发短信联系其他几名民警 几分钟之后 其他六名民警啊陆续走进这早餐店 就形成了合围之事 还没等报国品反应过来呢 沈局长一转身 在其他民警的配合之下 把报国品牢牢的就按在了座位之上 当天下午四点 报国品就被押回了长兴 现在是铁证如山的 报国品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行 你赖也赖不掉 他呢也就如实交代了自己 全部的犯罪事实 2000年的时候 他在上海打工 认识了一个已婚女子 赵女士 俩人呢没来眼去 看对眼了 就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这赵女士啊还跟报国品承诺呢 亲爱的你给我点时间 我会跟我家那口子离婚 然后我跟你结婚啊 俩人反正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 两年多吧 直到02年 赵女士又找报国品 我不会离开我丈夫 和你结婚的 报国品这时候 苍蝇火就上来了 怎么着 你骗我呀 啊 我这么一年轻貌美 啊不是 我这么一身强力壮的 年轻大小伙子 我 我跟你在这折腾了两年多 到头来你不跟我结婚 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就跟赵女士呢多次争吵 8月17号下午 报国品就给赵女士打电话 你来我家一趟吧 过去之后 俩人又聊了聊 你说吧 你跟不跟我结婚吧 不结 嘿 不管怎么说 都不管用了 报国品是气急败坏 就用布条子 把赵女士活活勒死 当天晚上 把尸体抱到出租屋隔壁的房顶平台上 用地毯盖住尸体之后 就逃跑了 逃到了曾经1996年打工去过的 浙江长兴 逃到长兴之后 他呢 先到长兴淮坎乡六都村 找之前的工友王某 但这王某啊 人不在长兴了 去杭州打工去了 他呢 就打电话联系王某 也到了杭州打工 而这时候 也就弄了一个假身份 不叫报国品了 叫包耿宝了 在杭州 又认识了一个已婚的贵州籍女士 徐女士 也是 没来眼去 一来二去 看对眼了 俩人认识不到三个月 开始同居 可哪想到 跟之前赵女士不一样 这回跟徐女士这事啊 没多长时间 就让人徐女士的丈夫发现了 为了达到长期同居的目的 报国品呢 就跟徐女士说 咱俩走吧 私奔吧 远走天涯 带着徐女士 就来到了长兴 到了长兴之后 租住在志成镇台积山的一个出租屋里 报国品呢 因为会做饭 他呀 就应聘到了一家快餐店 当厨师 到了2004年年底 徐女士怀孕了 怀的是报国品的孩子 报国品高兴啊 嘿 你看我报国品啊 别看没结过婚 我这都有孩子了 对这徐女士是更疼爱了 可是啊 这徐女士怀孕之后 是越来越不满意报国品 为什么呀 报国品没钱呢 穷困呢 天天吵吵的 我得回家 我得找我老公 报国品不让他回去啊 要说原来你走吧 那也 反正我不愿意 也就那样了 现在你怀着我孩子呢 门也没有啊 2005年5月份一天晚上 徐女士又提出来 我得回家 你得给我路费 你要不给我路费 我明天等你上班之后 我就把你这电视机卖了 我自己筹措路费 我回家 报国品一琢磨 他要真这么做了 我是人才两空啊 人没得到 孩子也没了 我那值钱的电视机也得给我卖了 那不行 与其这样 杀一个也是杀 杀两个也是杀 我弄死你吧 第二天凌晨四点多钟 报国品 趁着徐女士睡着之后 把出租房里晾衣服用的绳子剪下来两米左右 打成一个活结 用手抬起徐女士的头 把绳子就套她脖子上了 然后站在床边使劲的勒绳子 徐女士这一被勒就醒过来了 俩脚在床上不停的在那挣扎 大概两三分钟腿就停止了这种挣扎 但报国品怕徐女士没死透 又继续勒了七八分钟 之后呢 用徐女士的衣服把尸体裹住 拖到南侧墙角边上 天亮以后锁上房门就上班去了 上班的时候她就盘算着 我该怎么处理尸体呢 她一想我要把尸体弄出去 容易被发现 不如把尸体肢解了 你看平时腌咸肉咸鱼 不是用盐腌吗 我也给她腌起来吧 用盐腌完之后 把它密封藏起来 这样就不会有湿臭味 也不容易被发现 于是当天晚上下班 到街上买了二十包盐 一把菜刀 四个长腰型的塑料盆 以及塑料薄膜等物品 回到出租屋 用菜刀把尸体肢解 连同衣服装在两个塑料盆里 然后放进去盐 再用另外两个塑料盆 盖在装尸体的塑料盆上 再用塑料胶带 把盆密封好了 塑料薄膜 再把密封的塑料盆给包起来 为避免引起别人注意 就把这塑料盆呢 放到南侧墙的那个墙边上 上边放一块木板 木板上面摆上电视机 之后对房间里的血迹 进行了处理 向着瞒天过海 但是 法网灰灰 疏而不露 纸是包不住火的 没想到两年之后 房东人要装修啊 这一次装修 让他东窗事发 咱们说一个70年代的北京大案 双桥老流氓 他呀 是上世纪70年代 震动北京警方的人物 专门入室强奸妇女 有时候顺带着盗窃抢劫 活动于朝阳通州顺义这些地方 共发生380几强奸案 曾经一个晚上连续强奸5名妇女 完事之后 大摇大摆的离开 警方呢 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历时十年 找不着他 最后呢 是在机缘巧合之下 案件才得以告破 380起强奸案 全都是他一人干的 警方啊 给他的绰号叫飞毛腿 飞毛腿案件的第一起 发生在1972年的夏天 当时呢 报道了葛委会 说是啊 有一个案犯蒙面裸体 夜入18里店 一个农村的民宅 强奸了一个带孩子的年轻妇女 受害人连案犯的身高体态都说不清楚 黑灯瞎火的什么都没看见 打这之后 这样的案件接连发生 都是强奸 顺便是盗窃强奸 作案范围 以朝阳区双桥为中心 方圆大约十里 最远到通县顺一等地 每一回啊 这个案犯都自称是老流氓 这么大的犯罪区域 所以抓老流氓啊 出动了300名民兵 组织了一场人海战术 这时候的老流氓还没有后来那么狡猾 工人民兵设服的几个点 其中一个他当晚就去作案了 可是民兵毕竟没有受过专业的公安的这方面的训练 抓捕失败 那一回工人民兵奉命设服 因为指挥行动的人呢 是军人出身 非常注重保密 所以设服人员不进村 就在村外设服 村子里也只通知到了一些干部 老百姓并不知道民兵要在他们村抓老流氓 结果老流氓到一个村作案之后 黄昏进去 民兵还没到位 半夜作案 民兵还在村外的野地趴着呢 就跟给他站岗一样 直到他作案完毕 跑了 受害人醒过神来 喊起来 民兵才恍然大悟 里边出事了 他从作案完毕到逃走 到受害人喊叫 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咱们说 一个人你能跑多远呢 民兵啊 就在周围的田野里边 开始拉网搜索 在这黑夜当中 不断的有人发现目标 但是尽管调动人员围追堵截 始终就是没逮着他 跑了 万般无奈 民兵只好报告抓捕失败 上级火了 三百多人抓一个 就到你们眼巴前了 摁不住 市局十三处被委以重任 但别说 专业人员和普通民兵啊 就是不一样 到达现场仅仅几分钟 十三处就弄明白了昨夜 老流氓的行踪 他是怎么跑出这三百多民兵的包围圈的 答案非常简单 他根本就没跑 受害人防后有几堆书家杆 飞毛腿被捕之后供述 那回呢 他是作案完毕 刚要离开 受害人叫起来了 周围这人呢 呼啦呼啦的就开始活动 自己根本就没法跑 没法跑的情况下 他回头就钻进了受害人家 那院子里的书家杆堆 在里边睡了一宿 第二天早晨醒来 那四周已经没人了 他还方便了一下 悠悠然然的敢去上班了 十三处总结出了老流氓的作案特点 作案的区域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 农村的住宅呢 大多都是单门单户是吧 彼此之间略有距离 案犯作案的时候有非常大的空间 当地房屋的窗户上啊 那时候穷 上半部分糊的是纸 下半部分才是玻璃 没有挂窗帘和锁门的习惯 因此案犯很容易踩点和观察目标的活动 确认其家中有无男子 当地虽然是农村 但是男性青壮年呢 大多在京郊的工厂上班 很多人还需要上夜班 家里边只有妇女儿童 案犯袭击的主要就是带孩子的妇女 当地人一般都住在东屋里 案犯呢 从西边没人居住的房间拨了开窗户进去 到灶间啊 做饭的灶间把衣服脱了 拿一块黑纱蒙住脸 进入女性住屋实施犯罪 有时候呢 他也袭击单身的女性 或者多名女知青的宿舍等等 顺便偷点东西 然而警察们也发现了这个案子 也有一些让人挠头的地方 那就是案犯作案的时间间隔 毫无规律可言 有的时候呢 警方集中警力进行侦破 他顶峰作案 有时候这松一松想让他冒头啊 他又长久的沉寂 这个古怪的规律是怎么回事呢 直到案犯被抓获才弄明白 这个人作案的前提是跟老婆吵架 所谓的老流氓和妻子在性生活方面不太和谐 每次跟他媳妇吵完架之后 就会变得十分的冲动 而他冲动的方式就是出去强奸妇女 您瞧这有意思了 跟他媳妇不行 出去强奸他就挺厉害 一晚上五回 话说北京通县黎园啊 有一个退伍军人 那天家里边没盐了 就去供销社买盐 走到门口 正看见一个人从里边出来 见了他呢 眼色停了一下 停了一下又往前走 这军人也有点好奇 也看了这人一眼 那个人还了一眼 俩人擦肩而过 刚要进供销社的门 就听里边的女营业员探出头来 看见退伍军人了 马上就喊 抢劫 退伍军人扭头一看呢 刚才跟他对眼那人就像一条脱江的野狗 是狂奔而去 这军人一转身 一边喊着 一边就追上去了 这一喊不要紧 前边那人马上就加速了 附近呢 是个居民点有些下夜班的工人呢正好回来 一看这个情况也一边喊一边跟上来 这一时之间呢得有百十来人在后边追 一个跑百十来人在后边追 那当时的情景啊也堪称是壮观了 追出去有大概两三公里 那小子前边那个抢劫的连减速都没减 这退伍军人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呢 后边一个人都没有了 全让他给跑趴下了 退伍军人这么一琢磨 这不成啊 就剩我一人了 这怎么追啊 他要有刀呢 他要有枪呢 当过兵的一般反应都不慢 旁边有个石头矮墙 军人跑过去 从墙头上卸下一块板砖来 回头一看周围是一马平川 那小子还没跑太远 退伍军人举着板砖就冲上去了 这一追啊 各位追了多远 一万多米 十来公里 这不是瞎说 有材料证实 双方确实追了一万多米 您想吧 平常咱们骑自行车 让您骑十多公里 那都费劲都得喘气了 何况是跑呢 前辈那小子 终于跑不动了 回过身来 摆了个架势 我跟你拼了 就要鱼死网破 退伍军人 那是受过正规训练的 不怕这个 冲上去一板砖 就把他给拍在那了 这小子呀 被作为抢劫犯 扭送到当地公安机关 到公安机关一说呢 人家说 这案子我们处理不了啊 他在北京抢的钱 你们得跟北京警方联系 你们这是哪儿啊 我们这是河北了 三河县 您瞧 真是十多公里跑到河北了 说到这儿呢 不用多讲 这个被一板砖拍倒的 就是北京警方十年来追捕不到的 十八里地儿飞毛腿 名叫李宝成 咱们接着前面讲 李宝成虽然被抓了 而且是因为抢劫被抓的 你想那时候偷清抢中强奸要命 他抢劫这不清了 但是呢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 被河北的警察交给北京警察 扔到拘留所里边啊 没人问他了 每天就是咸菜窝头窝头咸菜 有时候给点白菜汤 吃了二十多天 终于把他吃毛了 这事不对呀 我抢劫呀 我抢劫进来不清 应该早就提审我呀 是不是他们发现我之前的事了 在那给我归弄材料呢 他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他没让公安机关抓紧几个 这就意味着他对抗审讯 无论是在技巧还是精神上 都有不足的地方 就是反侦讯能力不强 问题是关在里头 既不能上网 没有这东西 也不能看电视 也没人搭理他 整天就在屋里瞎琢磨 身负三百多起案子 做贼心虚呀 他那心里不拧巴了才怪呢 不断受到煎熬的李宝成啊 终于想出了一招 一个大大的昏招 为了能让警方早日的提审自己 他不是为了早日服刑 他就想知道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我以前的事了 还是因为就是这回抢劫 他主动公认了自己曾经在两年前做过的一起盗窃案 结果呢 没过三天还真有人提审他了 审他的是刑警老孙和另一名刑警 话说回来 怎么把人搁那二十多天不理啊 这是不是工作不太到位 原因呢 也很简单 公安机关当时接到了上级命令 要整党 那时候运动比较多 全局上下忙得晕头转向的 工作当中就出现了点纰漏 李宝成这案子啊 被归错了党了 造成二十多天之后 才有人发现这人还没闪呢 浪费了好多窝头闲菜 这里边啊 还有一个问题 这案子呢 是河北警方交过来的 卷宗的主要内容 都是李宝成对抢供销社那个案件的细节描述 没提万米赛跑的事 所以老孙他们审李宝成 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事 他们的重点还是问抢供销社 李宝成也好像决出味来了 警察并不像沈老流氓 沈一个一般的抢劫犯 他高兴了 一口咬定自己啊 当时喝多了 不知道干了什么 你这种小伎俩耍流氓耍无赖 你瞒不了老孙他们 听这小子不说实话 两名警察就开始跟他泡蘑菇了 我们俩人倒班沈你 反正不让你睡觉 是吧 那会儿都这么沈 沈着沈着老孙 他突然看到这小子还交代了一个盗窃案 偷的是财务室 金额一千多元 一千多块 七十年代 很大的案子了 于是就一五一十 一剑一剑跟李宝成核对起来 正说着呢 老孙的脑子里呀就灵光一闪 这案子怎么有点熟啊 好像接触过 他停下鼻想想 想起来了 这不是飞毛腿卷宗里的案子吗 那个时候 十八里店飞毛腿三百多个案子都已经归纳出来了 就是一个人干的 而李宝成公认的正是其中之一 那他不是十八里店飞毛腿 还能有谁呀 沈吧 你不认 到了里边没有不认的事 到后来李宝成终于认罪了 问哪个 说哪个 半年之后 他被执行死刑 警察们总结呀 飞毛腿李宝成最厉害的是他的耐力 而那个退伍军人最后不但跑赢了他 还一板砖把他撂倒了 这身体的耐力也实在是惊人 大家呢 也是后来才知道 这名退伍军人上学的时候啊 得过北京市马拉松的冠军 那才十多公里 人家一跑四十多公里呢 飞毛腿碰上他 就算是命理该招 本期的案很毒的 父亲 在南南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周之后 杀女的李天 他看守所里度过了一个没有女儿的父亲节 他留给这个世界的 是匪夷所思的仇恨 和令人发指的残忍 没有人知道 残忍和仇恨的背后 是怎样的底层人生和多船的 命运轨迹 2010年6月15日下午5点30分 在青岛 吉墨市一间出租屋居住的李天 微笑着对妻子的张燕说 我带女儿啊 去后山转转 两个小时后 他坐在路边 用石头把事先准备好的安定片 碾成了碎末 混着水就灌进了女儿 南南的口中 晚上9点左右 面容平静的李天 抱着女儿南南回到了家中 正在看电视的张燕 像往常一样接过孩子 然后亲吻女儿的脸蛋 但是 这一次 南南却没有露出甜甜的笑脸 而是紧闭着眼睛 哎 慌张的张燕开始轻声呼唤女儿的名字 可是两分钟之后 南南依然没有反应 张燕此时已经由慌张变成了疯狂了 声音变得也是越来越颤抖 孩子 你 你醒醒啊你 你怎么了呀 孩子 疯狂 持续了几十秒 张燕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他紧忙把孩子放到床上 用仅有的一点医学常识 就是用双手去摁女儿那颗似乎已经停止了跳动的心脏 摁了五分钟 张燕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能力让女儿睁开眼了 他回过头 却看到丈夫李天用双手捂着脸一动不动的蹲在地上 张燕就喊着李天的名字 李天抬起头 目光呆滞 随后张燕就扑了上去 大声的质问李天 李天 你对孩子做了什么 你说呀 可李天呢 他只是淡淡的对着妻子说了一句 你赶快叫救护车吧 救护车很快就赶到了 随后 南南就被送到了最近的吉墨市中心医院抢救 七月底 记者赴吉墨市中心医院采访时 当时负责治疗的医生对当天发生的事依然是记忆游戏 送到医院来的时候 这小孩已经不行了 从外表是看不出任何伤痕的 双眼眯成了一条缝 没有痛苦的表情 法医说 对于17个月的孩子来说吧 五片安眠药就足够让其死亡了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李天夫妇所在的村子里 村民们都激怒了 除了安慰孩子的母亲 村民们希望警方赶快的缉拿凶手 6月15日当天 仅仅用了五个小时 吉墨警方就宣告了 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结论 南南的父亲李天是真正的凶手 抓捕现场 李天没有任何反抗 李天回忆说 实际上把女儿杀死了这个想法呀 我一直都有 但是那一天 只是一个偶然 那天 李天走到山林一处披静的地方 他把孩子抱在怀里 自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低着头 他一直犹豫着 要不要杀掉这个孩子呀 最终 让李天下定决签的事 他回忆起了近三个月以来 和妻子的种种不愉快 所以我想了结这一切 事发当天 李天和妻子张晏 刚刚结束了又一次的争吵 而性格内向的李天呢 则一眼不发大蹲在地上抽着烟 妻子的脾气发完了 李天就起身 地上留下的是一地的烟头 这个时候 李天杀女的想法再一次徘徊在脑海中 抱着女儿出门之后 在石头上坐了近两个小时的李天 他终于下定了杀女的决心 来到一个小药房 花了一元钱 买了十片氨钉 然后在马路边随便捡了一块石头 将五片氨钉就碾成了碎末 混着水 倒进了女儿 喃喃的口中 五片氨钉药很快就起了反应 喃喃的口中开始 分泌出白色的液体 脸上的表情很痛苦 李天呢 再把耳朵贴在女儿的心脏上 发现还有微弱的心跳 慌张的他把女儿放到地上 用双手又掐住了女儿的脖子 李天也不知道这个动作到底是持续了多久 直到女儿没了气息 关于掐脖子这个细节 李天说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她那么痛苦 我就想帮她快一点上路 事后回忆起这一幕时 李天痛苦的说 进来的这些天 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女儿 毕竟 她曾经是来过这个世界上 她是我的女儿 李天说 在杀死女儿的那一刻 她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个父亲了 内心充斥的全部都是仇恨 这李天的父母是在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结婚 并且有五个子女 李天是排行老大 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种地 每年的收入是在五千元左右 在济南市济阳县太平镇 一个略显穷困的村子里 李天度过了她普通 而且不乏快乐的童年 在李天的记忆里 父亲的脾气虽然暴躁吧 但是对家中的长子却格外的照顾 李天最爱吃的是大白兔奶糖 每次父亲进城都会买十一块奶糖 为的就是能够多分一块给李天 李天的父亲告诉记者 李天这个孩子 他从小就老实的 如果我不照顾他一点的话 他上桌都抢不到菜吃 他的那些兄弟姐妹们 哪一个都比他调皮 小时候过年 我在杀鸡的时候 他都不敢看 李天的同学对他的印象 是个子一般 口才一般 成绩一般 各方面都一般 不算突出 不过 却能积极的参加班级活动 有的时候 也会跟同学打打闹闹 但是从来不记仇 李天说 父亲的脾气太暴躁了 而且一点自由也不给我 经常打我 小时候 本来和小朋友玩得挺开心的 可是父亲一回来 我的心就吓得乱跳 赶紧趴在鞋子台上 装着写作业 再后来 李天在13岁的时候 母亲与父亲吵架之后 服毒自杀了 可随后父亲又很快的 组建了新的家庭 而不愿意接近女性的李天 生母是他唯一 真正愿意接见的女性 准确的说 是他唯一可以亲近的人 以前 父亲在发脾气的时候 妈妈总能在一旁劝说着 我呢 也能趁机的逃跑 只是没有想到 母亲就那么走了 当然了 也没有人能够确切的知道 这种情感深处的隐秘经历 给她的犯罪心理 提供了一种 什么样的冲击啊 13岁的李天 在母亲去世以后 发誓要离开这个家庭 于是 不爱学习的她 也变得一场努力起来 不过最终还是 因为天赋有限 2000年的时候 李天是考入了青岛的一所中专学校 毕业之后 被一家私营企业所录用 月薪是1000元 不过呢 经过私营企业的锻炼之后 李天又来到青岛的一家著名企业工作 并且在企业的一次集中考试中 在多达300名的考生中 获得了第20名 因此 他获得了去北京工作的机会 李天在北京一待 就是三年 2006年 躊躇满志的李天 在北京参加了成人高考 希望进一步充实自己 李天梦想的独立之路 或许会离他越来越近 甚至他梦想中的旷式恋爱 也会如期而至的 然而 家乡的父亲打来的电话 却改变了李天接下来的人生 快回家吧 我给你看了一个媳妇 从19岁开始 李天已经相了好几次亲了 但是都被他匆忙的回绝了 而其实按照他们当地的习俗 像李天这个年纪的人 不结婚的话 是会被村子里的人笑话的 2006年 父亲给了李天最后的期限 那就是 无论如何 也要和准备相亲的这个女孩结婚 而实际上 双方父亲 已经把这桩婚姻给定了下来 由不得他了 2006年10月 从北京返回家的李天 第一件事 就是被父亲安排 与这个女孩见面 见了几面之后 他们就匆忙的登记结婚了 李天说 之前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和父亲说 我是真的不想结婚 我想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但是 父亲却完全没有理会过 依然是按照他的方式 给我打点了一切 妻子张晏 比李天大两岁 按照他的说法 他也清楚的知道 李天并不接受这桩婚姻 两个人也开始长久的分开居住 张晏也说了 其实啊 他开始的时候 也挺抵触这桩婚姻的 2008年 张晏怀孕了 李天从北京赶回来 尽管不能接受自己的婚姻吧 但是面对怀孕的张晏 李天是尽到了一个做丈夫的责任 他精心的照顾着张晏 一直到南南的降生 虽然在北京工作的李天 每月收入比青岛多出了500元 但是贫困在这个家庭组建之初 就已经如影随形了 现在又多了一个婴儿 那更是雪上家说 南南的降生 并没有给这桩被迫的婚姻带来喜悦 反而是让矛盾加剧了 张晏想 这结婚久了 孩子也有了 他就觉得 也到了开始踏实过日子的时候了 于是就提出了和李天 一起去青岛生活的建议 2010年3月 李天和张晏带着女儿南南 便来到了青岛吉墨市 在通缉街道 东山东祖 租了一间平房 租金是每月100元 在这里 他们一家三口 开始了新的生活 李天的故事的结局 就宛如现实版的那个电影 开往春天的地铁 大家看过吗 这两个人来到吉墨之后 长久以来的矛盾 终于在他们一起生活的三个月中 就集中的爆发了 而其实李天的老师在整个单位里都是出了名的 他的一位同事回忆 他走路不抬着头走路 从来就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 从来没有一个朋友 在邻居的印象里 李天常常是早出晚归 偶尔也会不言不语的坐在门口看书 或者看人下象棋 住在隔壁的房东 刘志也说了 这三个月以来 除了租房子的时候 李天几乎就没有和他说过话 他甚至都不知道李天是不是他的真实姓名 2010年春节后的一天傍晚 李天又和张燕因为一件小事爆发了冲突 这争吵结束之后 张燕回忆说 当时他就是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 接着我就听到李天对着女儿喃喃自语 不要了 不要他了 此后 类似的争吵啊 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着 在房东刘志的记忆里 他看到最多的情景就是李天和妻子争吵 并且每次都是妻子在大吵 李天呢 在闷在一旁吸烟 一句话也不出 于是负责此案的民警就分析说了 婚后生活的极度不幸 让李天做出了杀女这样的非理性选择 而事实上 从李天被迫结婚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已经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了 一面是魔鬼般的残忍和凶狠 一面是随时可能崩溃的脆弱和绝望 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和压抑 让李天爱上了网络这个发泄平台 李天说啊 喜欢在这里迷失自己 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了 李天在个人的QQ空间里 表现的是积极向上 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他转载了汶川地震时的很多照片 并且还配发了评论 只要心不绝望 生活就有希望 李天说 在网络里 我越积极 现实的反差就越大 我真的接受不了 李天在空间里这样写道 爱情错过一点点就会错过很多 也许就可能错过一辈子 幸福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简单到让我们都不相信 我们可以轻易的拥有 但是却让他悄悄的溜走了 有时幸福来了太容易 以至于让我们错过了拥有幸福的可能 你猜幸福是什么颜色的 我猜幸福的颜色可能是透明的 因为我们总是一不小心就忽略了他的存在 不错 最后一句写的不错 采访过程中 记者发现 杀女案件的背后是各种偶然因素的诱化和个人的性格缺陷 将他带上了必然的不归之路 李天说 如果有可能 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 去换回我女儿的生命 如果有可能 我希望 我可以支配自己的人生 我不想背负太多 真的 我太累了 或许 我想追求的东西 也只有在来生才能实现了吧 李天的QQ空间里有这样一段话 或许是对李天精神世界的最好诠释吧 他是这样写的 在我看来 无论是谁 都不值得赞美 因为每一个生命都不值得赞美 但是 我尊重他们 他们 真正的走在通往理想的路上 心理专家曾经也是这样表示过 他未曾得到过别人的关爱 也未曾关爱过别人 李天从非常小的时候 父亲与母亲的不和谐生活 给童年时候的他 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影响 心理专家也是认为了 发生悲剧的根本原因是 这个80后父亲 在社会上无法实现自我的价值 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但是自己却有着很高的理想 并且是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 可结果却屡屡不尽人意 最终呢 事业的不顺 让妻子产生了抵触情绪 并且开始不断的责备他 这就更加刺激了他那脆弱的神经 事业和生活都不如意的他 渐渐的就开始寻找出气筒了 只不过 内心已经完全封魔的他 在那一刻 却选择了自己的孩子 完成了弱者 对更弱者的杀戮 残剧 就这样被酿成了 甭管是父亲母亲的 咱们一定要学会爱别人的 钱 那是越花越少 但是爱 越爱越多 那有了爱作为前提 咱们父亲就能够适用 现在社会的家庭规则 避免家庭悲剧的发生 有爱就有责任 有责任就有爱 好了 就这样 我是尚文 咱们下期再见